有人月经量少,极大的影响生活和健康,久而久之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也特别巨大,早点都学隐化,从内调节。 这里介绍的茶芳和饮食调节是不一样的,饮食是慢慢化解,保持心情愉快,全系统的配合来达到养生的目的,而茶芳是传统中一延伸出来的药茶芳剂,且没有腰芳的毒性,属于温和的调理。 对疾病的预防和循环以及耐分泌乱乱之类的隐患疾病效果非常好。 月经过少茶芳月经周期正常而月经协量或少三十毫升以下,或月经期持续减一到二日折,为月经过少,常喝病月经后期,又多为必经值前需症状。 一,调精茶来源民间宴帮配方当归月时刻,传生时刻,一亩草四十五刻,用瓦江山药洗净,煎煮取枝,代茶服用,每日一季,各多次煎泡代茶,功效调精活血止痛,适用于月经不调,尽量减少,精心腹痛,精气醋后或产后腹痛者。 二,二一亩红糖茶来源,常见病重医人常手册,配方一亩草六十克,红糖五十克,用瓦江一亩草加水煎汤取二百毫升,再加入红糖定容,炖浮,浮后以热水带暖浮,功效活血调精,适用于精气血量过少,甚至成点状,或精气过短折。 三,黑豆苏木茶来源,民间宴房配方黑豆一百克,苏木十克,红糖适量,用瓦江黑豆,苏木加水适量,炖着黑豆熟透,去苏木,加红糖融化后集成,每日两次,以烫代茶,豆一克食,功效补肾活血,适用于月经后期,精血量少。 四,菊叶苏梗茶来源,百毫米十字流,配方鲜菊叶二十克,苏梗十克,红糖十五克,用瓦,将上三味放入保温杯中,加盖,开水泡十五分钟,不居使,但常饮用,功效输干理器,桥精,适用于精气或鲜或厚,无血块,精色机质正常,形而不畅,乳房及小腹胀痛,连击两斜, 精神们苦不乐,常以常叹息为快,学卖正常或卖闲 好吗 我们下期再见